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這個是WebDuno的部分 WebDuno的話呢 應該你們有用過Arduino嗎? 或者聽過Arduino Arduino的話其實跟WebDuno是類同的 但是它的整個設計原理是不大一樣 我們一般的話呢 現在在很多所謂創客裡面 或者很多一些自己設計的一些資料裡面 就是那裡開關 比如說像智慧農業 它有很多需要偵測的一些環境資料 那我們在物聯網裡面 這邊有很多比如說空氣的PM2.5 這些都要偵測 有不少人就會選擇用Arduino 這是一種方法 WebDuno呢 它跟它是不大一樣的 所以不大一樣就是整個結構上是不一樣 因為Arduino一般來說 你可能對於這些所謂的電子電機類的東西 硬體的知識可能要比較豐富一點 可能你比較有辦法上手 第二個就是說它需要的層次的背景能力 也需要高一點 也就是說它以西或西家家 當然現在都有積木式的 像我們在國中小高中階段甚至大專 我們也有用什麼積木式的旅園 比如說像這個微軟的 對不對 那個Android的 Google的 他們也都有那種拖曳式的 拖曳式的 那麼但是呢它的底層還是一樣是以西 那麼WebDuno的部分呢 它原則上其實就是做網頁 因為它一開始就是以什麼 HMOS跟JavaSuite 所以說它的好處在於說 它要跟網路上很多新興的這些服務 做整個相對容易 因為你本來用這個的 它是不是要 它也可以接Wi-Fi晶片喔 可是你可能 在這個程式的部分 就需要有比較多的認識才行 但是我們在WebDuno這一塊 當然如果你會更好 比如說我們現在還可以搭配什麼 AI的人臉辨識啊 對不對 好或者說你要做更多的語音辨識啊 這些它都可以做得到 那這是它的優點 那你說它有沒有缺點 有啊 它一樣有缺點 所以各自的領域不同 那 Arduino部分 如果男生有當過兵的 可能就比較清楚 這叫當兵作戰 就是它只要插上電 結果我們加電量 它就做它已經設定好指定的事情 所以它不用理它沒關係 你就插著電就好 那麼WebDuno呢 它不像Arduino Arduino它等於是一般所謂的單晶片 所以說它寫完程式之後 必須要有一個燒錄的動作 把它燒到我們的晶片上面去 那麼WebDuno它就不是用這種方法 它用的是什麼 就是透過瀏覽器 也就是說你的執行 它是在SERV上執行的 那你有連到網路上之後 它就可以幫你做控制運行 所以它的缺點就是 如果你沒有網路 它就不行 但是它的好處也是因為這樣子 你因為有網路 所以我不見得在同一個場域裡面 我可能在不同地方 比如說你現在這裡跟在家裡 我不是透過藍牙 不是透過Wi-Fi 是不是一樣可以連線 只要有網際網路 是不是就可以連線 所以它在做監控的部分 相對來說 也有它的優點 我可以資料很多的 收集起來 我可以直接做什麼整合 那跟Arduino的比較不一樣 當然這兩個其實都可以做到 就是 那個 梅桶的功能 只是說 城市架構上 還有就是 硬體架構上 會有一些不一樣 它們的很多元件是共同的 就是這些電子零件 等一下你手上有拿到的 你就可以注意一下 這些元件基本上都共同的 好 就是說 它有資源的 它也可以用 那麼WebDuno的話 你可以看到 他們 這家公司 目前 主要有這四個板子 我們今天要跟各位介紹 就是這個Smart這個板子 你可以看到它有沒有很小 在你們的盒子裡面 在這個盒子裡面 對不對 在這個裡面 那 這個裡面呢 我有幫你們 都 它會有個號碼 這是等一下會用到的 你可以把它打開來看一下 它就這樣小小的 這樣應該蠻小的吧 其實 就還不錯 就蠻小的 那各位知道為什麼要包這個袋子嗎 你們買很多3C產品 不是有包這個袋子嗎 防塵 防禁鏈 還有呢 電子產品 曬太陽好不好 對 這個也可以防紫外件 對 就是說這些 這個東西它最主要就是 反正電子產品 所以通常會有一個這樣包裝 那 你拿出來之後呢 你就可以看到 它的 後面這個就是它的Wi-Fi晶片 後面這個 就是它的Wi-Fi晶片 上面還有這些角位 等一下我們會再跟大家做介紹 所以這個是目前他們公司 就是最小的一個板子 最小的一個板子 那麼 在教育現場除了這個有用以外 它最早的是左手邊 這個叫Fly 它就不是獨立的 它必須要跟Arduino放在一起 也就是說它是插在Arduino上面把它轉換成它的介面 然後從第二代 馬克一號之後 他們就都是獨立的 那最後呢 在去年前年 他們推出的這個是Webbit 就是 那個叫做Arduino裡面 也有一個叫Microbit 跟它很像的 大概就比較四四方方的 但是它好處就是 它把很多元件就整合在上面 這個比較適合 像那個小朋友 因為我們剛剛這些是比較正正佼佼的 對不對 那這個的話就完全沒有 它就是用鱷魚夾 用那個夾子去夾住 或者插在它的所謂的擴充板上 它就比較不用擔心說它會被刺到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 他們家的這些板子 那我們剛剛提到了 WebDuno它 因為是透過網際網路 所以你可以很單純的 一對一 也可以 也可以多對一 也就是多個人控制一個也可以 也可以一對多 也就是這些板子可以彼此互相溝通 你今天不見得一定是用它同一個型號的板子 我可以 只要跟它做串聯 因為它可以串聯起來 那不同的板子之間的資訊 你就可以怎麼樣 傳遞 比如說 我們去便利商店 各位都有聽過 叮咚 對不對 那這個叮咚呢 它的感應器可能坐在門口 但是叮咚的聲音 不見得一定只能在門口 如果它人在倉庫 可不可以在倉庫裡面也有一個叮咚 那以我們傳統的概念就是你要拉線嘛 但是如果你透過這樣的方式 你在這邊感應我在那邊做反應 是不是也可以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像智慧農業啊 也是Webduno它這一塊 這家公司它比較深耕的地方 像剛好上個禮拜也有他們的新聞 在那個桃園啊 在那個好像高雄 他們有那個農改廠合作 所以呢 就會有 幫他們規劃專屬的 你今天要種什麼植物 要什麼條件的 我就用這種條件去做監控 等於它數據是不是都收集好了 不管你的土壤濕度溫度 空氣中的濕度 然後大氣的環境 把它收集起來了 那這個植物需要什麼樣的環境 我就可以比較精準的去控制它 不會讓它就是說 超出那個範圍 所以這個是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 會不會丟呢 這樣OK嗎 那麼接下來這個呢 你就可以看一下 會不會丟呢 可以玩很多 可以玩很多 那等一下呢 這個我就不錄影 就直接看就好了 謝謝